纳粹士兵闯进犹太工厂 把藏起来的平民都拉到街上 为了让孙子逃过一劫 爷爷将他推了出去 随后大声吼叫 吸引纳粹士兵的目光 爷爷用疯狂的举动 为孙子争取到逃跑的时间 自己却因为扰乱秩序 被纳粹士兵就地处决 逃出去的男孩依旧在不停奔跑 身后的纳粹紧紧追上 哪怕慢了一步 他都会命丧当场 好在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工厂 很快男孩找到一片废墟 迅速钻进狭小的地道 纳粹士兵也追到这里 长官悠哉地环过四周 寻觅着男孩的踪迹 他低头看向藏身的地方 男孩只能闭上眼睛 祈祷不要被纳粹发现 长官又踢下一块石头 男孩紧张地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男孩幸运地躲过搜查 可爷爷为他曾死接到 父亲也被抓走不知所踪 如今只剩他孤身一人 躲在阴暗小小的地道里 吃饭喝水成了他最大的难题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地道里有个生锈的铁管 每当水流经过 他就能喝上几滴污水 可空空的肚子 还是让他无法入睡 于是他站着月色 偷偷回到曾经生活的阁楼 家里已经被翻得不成样子 男孩找了半天 也只有一些玩具 这时楼下又传来小洞 纳粹士兵牵着狼狗 又抓到以后藏在这里的犹太人 男孩害怕极了 只好逃回地道 再做后续打算 可天一早 他又悄悄回到阁楼 这次他带了一只老鼠 凭借他灵敏的嗅觉 很快就找到爷爷藏起来的食物 男孩高兴极了 正要开一盒罐头 身后就窜出一个身影 二话不说 跟他丢到一边 他也是逃出来的犹太人 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 他抢走了所有食物 男孩苦苦恳求 让他留一点给自己 可他却掀起笼屉 砸向饥饿的男孩 不想着微小的声音 还是引起纳粹士兵的注意 他们很快发现 抢夺食物的男人 刺耳的香声响起 吓坏了楼顶上的男孩 他立刻找了个铁桶躲藏进去 幸运女神再次眷顾 纳粹士兵路过身边 却并没有发现 已经被吓到发抖的男孩 可因为又抓到不少犹太人 纳粹加大了搜查力度 他们收回一切能用的物资 还将大楼的水闸关闭 试图逼出藏起来的居民 男孩彻底断了水源 他已经渴到不行 只能拿起爷爷私藏的烈酒 轻轻闻了一下 再大口灌进嘴里 很快醉意上头 男孩开始胡咽乱语 迷迷糊糊中 他看到父亲和爷爷都回来了 他们笑着告诉男孩 战争已经结束 让他安心睡觉 男孩开心地笑了 翻了个身甜甜睡去 可醒来时他却发现 地道的另一端 正在被纳粹走查 他只好从东口钻了出去 离开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而又藏在河处 又成了困扰他的难题 好在鸽子给了他灵感 他又搬到炸断的楼层上去 犹太男孩为了躲避纳粹追杀 悄悄钻进了荒废的大楼 他割断楼梯扶手 用麻绳系在一起 做成一条长长的绳梯 然后甩出手里的缆绳 绕在断掉的横梁上 接着拉动绳子 将绳梯掉在半空 再把绳子的另一头 固定在坚硬的石块上 确认绳梯足够结实 他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很快他来到被炸毁的三层 看似无法到达的高楼 成了他躲避纳粹的宝地 男孩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里不仅不易察觉 还有可以使用的水源 他趁夜将地道里的虾 搬到了扎断的楼上 简单布置了一下 终于能够睡个好觉 然而隔天一早 他又被饥饿吵醒 可找遍整个楼层 也没有一点食物 于是他决定下楼找些吃的 他先用一组滑轮 让绳梯能收放自如 然后谨慎地爬下楼 将绳梯收好 绑在暗处的铁架上 可还没能找到吃的 纳粹的汽车又开到这里 士兵从车上 这下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 男孩看情况不妙 立刻跑回基地 放下绳梯飞速爬了上去 他刚把绳梯收好 纳粹就把男人压了进来 他在士兵的逼迫下 指出了男孩曾藏身的地道 没想到 纳粹竟又搜出十几名犹太人 长官命令将他们全部击毙 男孩看得是心惊胆战 一不小心 触碰了绳梯的机关 还好他反应迅速 立刻拉住绳子 这才没引起军官注意 可垂落半截的梯子 要是被纳粹发现 他还是难逃一死 男孩只能用尽全力拉动绳子 却发现滑轮死死卡住 根本无法收回绳梯 还好纳粹长官没有回头 让男孩再次逃过一劫 等纳粹走后 男孩又钻回地道 这次他终于赶走向深处 打开一扇暗门 他发现留下不少生活物资 甚至还有个简易的浴室 男孩痛快地洗了个澡 正要带着物资返回楼上 纳粹又折返回来 为了防止这里还藏着犹太人 纳粹长官竟要将地道炸毁 剧烈地颤抖过后 男孩清楚大楼不再安全 他决定动身寻找下一个避难所 可刚走到门口 他就听到一阵枪声 男孩急忙躲进旁边的小洞 紧接着 两个男人搀扶着逃进大楼 他们是反抗纳粹的游击队员 身后还有一名追杀而来的士兵 纳粹举着步枪 威胁两人出来 随即扣动扳机 射中女人游击队员 目睹这一切的男孩 掏出了父亲留下的手枪 对准外面的士兵 紧紧闭上双眼 犹太男孩拿出手枪 闭上眼睛胡乱射击 误打误撞间 竟杀了一名纳粹士兵 被他救下的游击队员 发现男孩的藏身之所 正要将他带走时 纳粹军队循着枪声赶来 男人急忙让他躲了起来 随即又拉着士兵的尸体 藏在男孩开枪的地方 纳粹士兵简单看了一圈 没发现异常 便匆匆赶往下一地点 男孩趁机利用滑轮 将游击队员带到废弃的三楼 平静下来的男孩 回想起刚刚杀人的经过 心里不免万分惊恐 游击队员却安慰他 能在战场上果断开枪 他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安顿好受伤的同伴 游击队员准备离开这里 去寻找他们的大部队 可他一走便没了音讯 看着身负枪肠的同伴 男孩有些于心不忍 他偷偷通过下水道 找到了城镇里的医生 医生并没有因为是犹太人 就拒绝替他们治疗 可他却还是被人举报 让士兵带走问话 好在他并没有供出 男孩的避难所 伤员也在他的医治下 渐渐豪转起来 等到他完全康复后 便提议男孩和他一起离开 可他却坚持要留在这里 等待被纳粹抓走的爸爸 荒飞的大楼里 又只剩下男孩一人 他学着小说里的样子 用火柴记录独自生活的天数 不知又过了多久 他还是没能等到父亲 这天他出门寻找食物 却遇上了拦路搜查的纳粹 男孩害怕极了 吓得扭头就跑 却在不知不觉中 跑进一条死路 几名纳粹追了上来 眼看无处可藏 男孩只好躲在退车后面 不料 胖士兵还是发现了他 男孩高举双手 怯生生地抬起了头 胖士兵见指尸的孩子 原地愣了一会儿 接着慢慢移开枪口 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 男孩又幸运地躲过一难 却还是被吓得缩缩一团 晚上 他又回到大楼里的避难所 看着家人的照片 这是支持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可第二天一早 男孩就被震动惊醒 还不等爬到楼下 绳帝竟突然断裂 男孩重重地摔在地上 几个人迎闯了进来 他顾不得身上的伤痛 急忙躲进一旁的地道 纳粹封住了所有出口 要将大楼彻底摧毁 男孩十分清楚 他再也无法等到爸爸回来 自己也将难逃厄运 于是 他点燃了计数的火柴 平静地躺在地上 等待死亡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 封死的出口被一脚踹开 一个身影进入废墟 他四处呼唤男孩的名字 男孩听见声音 悄悄探出头烂 发现那人正是自己的父亲 他兑现了许下的诺言 回到废墟 找回了可怜的儿子 父子紧紧相拥 一起离开了摧残他们的炼狱 然而 这个温暖的结局 可能只是假象 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男孩看到的父亲 也只是大楼摧毁前 火柴里映照出的幻觉